盘点被叫错年纪的尴尬 没有47 47年没过来 我54 54 等着咱俩看着差不多 差不多 是吧 嗯 54 我看着不是现年轻是吧 是嘞 我说猴呗 啊 说猴呗 说猴 啊 啊 啊 哥 啊 我47 等着看着是不是 像50 是嘞 朋友们我今天受打击了 我刚刚在幼儿园门口接孩子 一个50多岁的大妈跟我打招呼 她说你也来接孙子啊 哎呀这下宝贵怎么不会了 你说500块烫的霸道总裁头 这衣服1000块买的 这裤子280 这鞋 这鞋也780 啊 到底哪出问题了呀 您不用怀疑 我今天人才25岁 这您警察没误会 警察被人拿着去捞什么 有人把您误会成校长吗 你这个小同志不要打断我讲话 你要说 大学的时候 他真被五会生校长了 大学四年 三年被五会生校长了 他说一年 因为啥了 因为我出去失信了 哪儿几岁 我67年了 你说几岁 你是几岁了 几岁 农历九岁 我六岁 不是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在 我 跟你 乃童年 而且我比你的还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咋了 我今天走在路上被一个人叫阿姨 啥 我要叫阿姨啊 他二楼都叫我阿姨 我 我看你俩很老啊 不老啊 我拿过衣服 我挂了衣服 姐姐 哎哟你们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哎阿姨这多少钱 叫小姐姐 给你免费 哈哈 这 可以吧 一会儿 哎阿姨这多少钱 哎哟你们 哈哈哈哈 你那么蓝吗 我 哈哈哈哈 我是老实人啊 哎哟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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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我叫大妈吗 在路上被人喊 大妈 像我们不是去做核酸吗 然后做核酸的时候 那个棉线都突到我喉咙里 我就很想呃 然后我就 下意识的就往后嗓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跟我说 你别往后嗓啊大妈 哈哈哈哈 我才想想大妈 那是因为你鼻子上这个动 我一直在想 怎么会呢 就算我下午 可能就是那个流了汗 刘海乱了一点 那也不至于就大妈吧 刚刚接受被叫阿姨 结果反正就变成大妈了 那真的是因为你穿搭放拐 穿搭我穿搭有什么原因 你穿搭看我充满期待 不好也不管 你穿搭啊 这个就很像年轻的穿搭 对 搭过来的 但武器 有点大不大 不会啊 怎么会呢 这本来的怎么会大妈呢 行不行不行 不大妈不大妈 坐吧阿姨 哈哈哈 人家男朋友都没有 你还敢说是阿姨 还没结婚呢 又叫姐姐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